三国制战略版,2023年度时打阵容排行,每一队都是T0,第十名,北伐枪,作为PK赛季,前期最猛的阵容,关心在前期的输出能力,甚至比SP关羽还要爆炸,北伐枪也是保质期最短的T0之一,高光时刻仅仅开去前面半个月,顶配北伐枪,号称绿区杀手,麒麟不出,水雨争锋。 航母区慎勇,第九名,妖星盾,把妖星盾排在第九,并不是他不行,而是现在航母区太多的ST巡逾体系,以及灵统骑兵,当然了,这并不影响妖星盾在普通打区的多川能力,作为平民之光,拥有一队满配的妖星盾,已经足以让平民玩家纵横任何赛季了,唯一的缺陷就是,战法和特技要求太高了,但不影响他在平民玩家心目中, 神样的地位,第八名,腾甲泰卫盾,作为老牌T0阵容。 传统的军名泰卫盾,随着ST关于体系的出现,渐渐消失在大众眼里,尽管腾甲泰卫盾被五谋臣以及陆逊体系克制,但是三战大环境冰刃队伍较多,腾甲泰卫冲对手98的多川能力依旧稳定,所以排在第八毫无压力。 第七名,背水群攻,效仿当年寒进背水一战,SP袁绍以及SP朱骏全部携带控制机能,把举兽的控制增益拉到无限大,打没有洞察的任何队伍杀伤力都十分可怕。 在目前郭家以及赵云出厂率低迷的大环境下面,前期无解。 第六名,赞币刮骨麒麟宫,无论任何剧本,前期的满红赞币麒麟宫胜率都十分的高,携带了赞币以及识别三日的麒麟宫,前期几乎没有任何死角。 诸葛亮的打断机制配合,将为的降低属性机制,已经足够让你应对前期的大部分阵容了。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,下一期分享2023年三战前五队最强的T0阵容,每一队都能让你纵横各大剧本。